首先 感谢 感谢各位 吃 吃东西吧 吃东西吧 要不要玩吧 现在是不是有这种反感的心情 我其实没有 我还在刚刚刚那个蒙的状态 我怎么就聊不明白呢 真的是 这一个这么简单的事 我觉得我这一招下次再用有个鱼吧 真的很美 你们搞年会 我不要准备什么制食之类的吗 我说这为什么一定要到这儿来呢 欢迎大家参加第一变的表演 典会 如果你别了今天只是简单的聚餐呢 那就击负了我们 以前呢 最辛苦的就是你了 每次有晚餐的时候都是你来表演 今天你要好好欣赏我们的心意好不好 哎 你们这是分的两队是吧 不是 这是队型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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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有一个老板他有一些叛逆 他还有一些疯狂 这种看反正新闻也就行的 没想到 反正地盘也要重新说的 是那个老板呀 你就是那个老板 那天花的老板还要热手就起了 天花静静夜夜暗黄和醉妆 还不得路上将会晨夜白几乔 跟着蒙蓉叶叶一声传道人三体 你就是给他的老板 还去录音老 还去录音老 这拍子就没在点上了 我是从那边看过 准备了两个月 给你准备了这么周到的表演给你 这个表演看着我非常的感慨感动 也很无奈 无奈至于没什么可以说的 一杯酒敬给大家 你们的老板不是很会喝酒 但是我看到你们 我觉得你开心 我觉得我们未来游戏 来 准备好 赵银干杯 然后赵老师好在这儿就留步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一样 2020年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不容易 年初的我们都没有想到今天能聚在一起 参加冉色体娱乐集团的第一场年会 这神奇的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可能只有一个人知道 从工作室感情公司 每一天的问题都是新的 他独自面对迅速处理 每一个角色不再是关乎一个人 而是考虑跟随他的团队 信任冉色体的孩子和家长 以及给予知识的合作伙伴 他从不畏惧压力 扛下责任 逼自己进步 这一年 他不停的思考和打磨染色体的企业实力 愿景 价值观 身体力行的把这些灌注到企业的每一个事业部门 他信心 细心分析大家的优势 督促着大家找寻自己的职业目标和梦想 希望染色体成就了不止台前的光纤 还有幕后的共赢 他这一年的进步 是我们2021年努力的方向 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就是染色体的发起人兼CEO 张艺兴先生 最大进步奖帮给我了 我觉得是因为自己不够不足 所以一直在努力地学习 我希望把大家带到一个巅峰 而不是带到勾里 所以我觉得学习的进步对我完全是必要的 但不要再搞那种惊喜 你就跟我讲 你就跟我讲就联会 就是ok的 你搞的那惊喜 反倒我一下没有评付到自己的心 然后就经历来的所有人 谢谢周语 感谢周语 感谢周语 谢谢